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强震发生 而3号的上午 日本气象厅还向石川县轮岛市发布大雨警报 呼吁居民防范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镇中附近的石川县诸州市市长形容 地震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这座原本有5000多户家庭的城市可能已经有九成房屋被毁 日本气象厅称 强震发生后已经检测到约200次余震 并警告说未来几天可能还有强震发生 3号上午 日本气象厅还向石川县轮岛市发布大雨警报 呼吁居民防范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强震当天 日本政府一度下令10万人撤离到避难点 在2号海啸警报解除后 约有一半的民众返回家园 不过石川县仍有约33000户家庭断电 超过10万个家庭没有恢复供水 民众只能排起长队到指定地点取水度日 日本北路电力公司2号表示 石川县能登地区的地震并未对制鹤核电站造成安全问题 当天晚间 公司发布消息说 对核电站冷却用海水取水口附近安装的水位技术具 进行详细确认后发现 地震发生后的当地时间17时45分到18时之间 水位上升了约3米 凤凰文视综合报道 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 当地很多地方停水停电 物资严重短缺 本台特派记者采访了当地一家药店 有灾民是从早晨就排队 抢购饮用水 但最终失望而归 我们现在在去石川县北部重灾区的路上 然后就想在这里买一些水 但是就发现这个药店 刚刚开门就贴出了一张纸说 目前完全没有水卖 因为当地已经停水两天多了 大家看这个货架 现在是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水在开店的时候 就是说是没有办法提供 那么这里的卫生间也是没有办法使用 当地的民众就说他们非常的困惑 因为现在没有水是最大的问题 并且没有收到任何救援物资 断水してるってことですか 断水してそれが一番です 何日続いてるんですか 昨日一昨日の夜から もう二日間続いてるんですか それが一番です 何が一番困ってるんですか 生活水じゃないかな 水と飲み水と生活水と 応援募集とかみたいなの来てるんですか いや何も 何も来てないですか 生活水汲める場所が何箇所かあるだけで それ以外は特に 余震はどうですか 余震はちょっと ここは何かあるので怖いですけど 昨日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したね ありましたね お水がないのが困るというか 水ですので お水を使ったんだけど なくて お茶もなくて トイレもできなくて 避難所の水もなくて そうなんですか 避難所でもトイレに行けないですか 2時間かけてここまで来ました 自衛隊が給水したりとか できてみません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すみません 鳳凰民視 林淼 沈宁正盛 大泽大介 日本石川報道 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岛 1号发生里市7.6級強震 本台記者前往地震災区 当地的余震不断 有很多的房屋都倒塌 有居民表示 这次地震不同于以往 震感非常强烈 能登半岛至河丁 在这次里市7.6級強震中 力度最强达到7 在这个人口1万8千人的小村子 记者在当地看到 很多居民都已离家 前往避難所疏散 公路很多地方出现隆起 断裂 車輛很難通行 也有自卑堆车辆介入救災 向居民提供饮用水 当地很多房屋是日式木材建造 房梁直接落在地上 当地人告诉记者 他的汽车就被压在倒塌 他的房子下面无法取出 単純に雨と風の住宅の中に 風と雨が一時しのぎ 本当の一時しのぎです 6弱が1回あった その時は大丈夫だったけど 今回7は全然違う この辺道路みんな割れてる 今一番困っていることは どんなことですか 当地雨震不断 已发生过数次震度5以上的 强震 不少居民说 从未经历过震感 这样强的地震 晚上不敢回家过夜 只好留在避難所 本当すごく手の震えが 止まらなかった という感じですね 命の危機を感じるような揺れを 体験したので これは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う 頭ちょっとでも出したら 初期で頭当たっちゃいそうで 怖かったです 本当に もう生きた心地がしなかったです 日本石川縣 能登半岛 发生的7.6級強震 对于日本沿海城镇 造成了较大破壞 那卫星影像 也显示了很多地方 受灾前后的一种惊人变化 在石川縣珠州和轮岛 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珠州仅有5000多户居民 据官方統計 90%的房屋可能已被毀壞 还有河流在震后 变得异常浑浊 建筑废墟上也不断冒着浓烟 地震的巨大威力 还造成码头受损严重 多艘船只轻浮 此外 由于此次地震强度较大 持续时间较长 剧烈晃动 导致土壤颗粒间的接触力消失 进而失去承载能力 许多区域出现了土壤液化的情况 卫星图像也记录了这一过程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3号上午 就石川县7.6级地震 召开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 并举行记者会 安田在记者会上表示 东京雨田机场的撞击事件 并未影响救援物资运往灾区 各部门和机构正在共同努力 确保运输路线的安全 他还宣布加强救援力量 增派1000名自卫队人员 赴灾区进行救援 在早前的紧急灾害对策总部会议上 安田表示 地震发生已经超过40个小时 搜救工作实在与时间赛跑 要以生命为重 他还指出 灾民疏散的时间可能会延长 各部门要尽一切努力 确保物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恢复 安田并指出 稍后他会与灾区官员直接交换意见 重新评估灾区的需求 再来关注日本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东京雨田机场 一架日本航空的A350型客机 2号的傍晚 在降落滑行时 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 MA722固定翼飞机 发生了碰撞起火 日本媒体报道 固定翼飞机上的6人当中 有5人死亡 1人受伤 日航客机上的受伤人数 则是修正为了14人 受到事故的影响 日航和全日空3号 仍然有合共约100个航班取消 主要是内陆航班 有预计19000名的旅客 受到了影响 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 已经对事件展开了调查 警示厅也以业务过失 致人伤亡进行调查 有日没拍到日航飞机起火的 全过程 可以看到日航5164航班 在雨田机场C跑道降落时 突然爆出火球 机身腾起大片黑烟 随着飞机继续滑行 火球分离成两团 这架飞机停下后火势不减 机身断裂成两节 继续在跑道上猛烈燃烧 消防人员喷水进行铺救 机上共有367名乘客 其中8人为诱饵 另有12名机组人员 他们在被大火吞噬前 以全数撤离 乘客拍摄画面显示 机舱内充满浓烟 许多人在不知所措的观望 事后有乘客表示 着陆时很不平稳 随后听到重机巨响 在他闻到明显烟味的时候 机内广播指示他放低姿势 但没有明确的广播 提示他尽快逃生 因为前排乘客移动了 他才得以跟着逃脱 还有舱内乘客拍下了 飞机起火滑行时的画面 窗外能看到明显的 橙红色火光 机身颠簸十分严重 社交媒体上分享的视频显示 乘客一边惊慌地喊叫 一边从疏散滑梯 逃离已经明显起火的飞机 日本航空常务执行员 在发布会上表示 起火客机出事前 已收到机场方面的降落许可 而初步调查显示 与空管的沟通 或是事故的根本原因 进一步的细节 正在调查当中 日本海上保安厅指 隶属海上保安厅 雨田航空基地的固定翼飞机 正在跑道上滑行 准备起飞 两机发生碰撞 海上保安厅机上6人 只有机长逃出 另5人来不及逃生 不幸遇难 由日本媒体报道 失事海保飞机 是在为能登半岛强阵地区 运送物资 正要前往新系基地 首相关底已在关底 危机管理中心 设置情报联络室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关于雨田机场 飞机碰撞事故的最新消息 我们马上连线 正在东京雨田机场的 特业记者胡悦 去了解情况 胡悦 目前日本在事故调查方面 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包括雨田机场的运作情况 现在恢复正常了吗 好的 杨姐 我现在是在 东京雨田机场 第二航站楼的 用天掌握台 我身后的 跑到的就是 事发的死跑道 从这里可以看到 飞机的几次 还不会具体调整 我们日本国际交通室 早前透露 结束目前的调查 事发当时 管制法向日航 516号 对机发举论 可以降落的指定 同时也指定了 海上保安 出的一架 MA-72 故意一飞机 在死跑道上 边上 待命 但是海上保安的飞机 却近了跑道 从而到特计在降落 过程度 都在起飞机 相逛 在不久前 由原营铁上 网址的相关人士 透露出的 甘民幸存的警察 在18号 报的时候 他已经确认到 来给他一个 起飞的指定 这个 说法和调查的 和机场 机场 这个局 可能是存在 误判 日本军事 安全委员会 已经在3号早晨 派出了6号 小组进入现场 进行事故的 全面调查 目前对相关人员 包括日航的人员 还有机场管制 能够 来上网 的一盘 调查 和许多 已经警觉厅 在3号上午 也进入了现场 进行 参查 他们是以业务 或失智 商榜会的 嫌疑 进行这个票 3号上午 进入这个线令 现场 现在是个参查 结束 便是 那么日本 国土交通省 此前就说 3号中午 就开始 清理和彻底 因为 要尽早的 让这个3号 调查 那么从国 对峙 可以看到的是 有车辆和 在这个 残骸的周边 那么 不过进展 是 这些国土 判断的 那么现在 自己跑到 居然属于 一个封锁的状态 跟国土交通 指着要 紧快的开放 那么日航 特机 是 公巴士 A35 飞机 而公巴士 此前就说 这架飞机 是2021年 11月 交付日航 使用的 那么 公巴士 要派出 专家指南日 和日方 配合 原因的调查 那么 以前这场 事故发生后 不减就全面 封锁了 所有的 这个航照 在三个半小时之后 就 开放了 其他 西海道之外的 其他航照 主要是供 国际航班 起 那么在 3号上午 全日 和这个日航 还是取消了 上百个 国内航班 到了下午 这些航班 就陆续的 原来预计的航班 就陆续的 因为日本是 新年假期 原来尾声 其实在 测试上非常多 我们也看到 旅舰机场的 这个 已经 恢复 正平了 在 吉拉大厅 和出发大厅 我们看到 人流拥挤的 这个景象 全日空 还会 这个 临时 增加航班 以应对 这个新年假期 结束的 帮忙的 整理 以上就是 我在 原地 所 了解的 情况 嗯 好 那通过 虎也介绍 我们刚 了解到 这次的事故 调查方面 现在有一个重点 是放在了 指令信息方面 那同时呢 现在机场的情况 已经陆续的 恢复到了 正常的运作当中 也谢谢胡越 在前方 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这次调查 估计还需要时间 来看一看 外部专家 怎么解读 那对于这次的 擦创起火事故原因 有专家就认为 说是由于可能 海上保安厅 小型飞机 侵入到 跑道所致 而大型的 民航客机 则过度的依赖于 空管调度 也容易导致 事故的发生 那么现在存在的问题 是什么 就是这个大的飞机 就是民航飞机 在跑道 静静的时候 它确实是忽视了 在跑道上 还有一架 侵入跑道的飞机 我们一般把这架 公物机进入到 跑道这个行为 叫做跑道侵入 这种跑道侵入的 又是一个小飞机 作为大飞机 在静静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忽视 前面这个目标 它会绝对的来 相信空管的调度 认为空管 一定会把跑道 让出来 让其他的飞机 要避免和这架飞机 出现惨犯 这就是存在的 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完全是一种 作为空管调度 存在的巨大的问题 另外我们需要 和大家强调的是 为什么这架小飞机 出现了重大的人员上 就在于 近近跑道的这架客机 由于它降落的时候 你再怎么说 它的时速也在 两三百公里 速度非常高 但是作为带飞的 或者说 即将侵入到 跑道的这架小飞机 它的速度 其实是很慢的 这样的话 由于大飞机的 巨大的动能 必然会导致 小飞机出现 重大的人员上 那么作为大飞机来讲的话 可能是出现油箱 或者其他一些 附着物燃烧 出现了这种情况 但作为大飞机来讲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火灾 包括这种 碰撞之后的处置 还算是比较得当 确保了飞机上的人员 没有出现 重大的人员伤亡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是出现 整个空管调度 那么这里面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小飞机 进入到跑道 侵入到跑道 究竟是以什么样一种姿态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了解 如果小飞机 是背对着近近的大飞机 那么它后方的 这种可施的目标 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大飞机有可能会 没有办法识别 如果这架飞机 是以一种正向的方式的话 可能还好识别一些 这样的话 也会导致这架飞机 被大飞机所忽视 最后发生了这种碰撞 那么这里面 一定是人为事故 那么就这一次的地震也好 火山也好 包括这一次的 飞机相撞的事故 来讲的话 这里面应该这么来回忆 你像这次飞机事故相撞 这是人祸 既然是人祸的话 对岸田门巡 政府的支持度 一定会带来影响 它是个负面的 因为你的调度不利 这必然是政府 要维持承担责任 但是作为天灾来讲 也就是地震也好 火灾也好 火山也好 这个是难以避免的 这个其实是个双人舰 这个双人舰的话 就是如果这次救灾的活动 处理好的话 对岸田门巡的政府 将会是加分 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这又是一个显示下 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一个实际情况 就是岸田政府的支持率 已经跌破了百分之三十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需要 进一步拭目以来 本次日航客机 与海上保安厅飞机 相撞起火事故 令人联想到多年前 日本自卫队战斗机 与民航客机 相撞的空难惨剧 此外 日本还曾经发生过 因为自卫队误判 耽误黄金救援时间 从而酿成航空史上 死亡人数最多的空难之一 1971年7月30号 一架全日空的波音727客机 从北海道闸晃 新千岁机场 驶往东京与田机场 飞机在飞到8500米高空时 突然出现两架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86军刀战斗机 其中一架 又一与客机左侧水平尾翼相撞 导致客机在5000米高空 解体坠毁 机上162人全部遇难 战斗机飞行员 则弹射跳伞 成为唯一幸存者 事后调查显示 设施飞行员是自卫队实习学员 当时正与教练分别驾驶 两架战斗机在附近空域训练 两人因疏忽致死 和违反航空法安全飞行罪名 被判刑 伤诉后教练获减刑 治不到两年 实习飞行员获判无罪 理由是上级培训规划草率 被告无法拒绝接受培训的命令 不过这次惨剧 就迫使时任日本防卫厅长官 和航空自卫队幕僚长 双双引咎辞职 14年后的1985年8月12号 一架日本航空123号班机 从东京与田机场出发前往大阪 在起飞12分钟后 失控坠毁在群马县山脊 仅有4名坐在飞机后段的乘客 和空乘生还 机上其余520人全部遇难 这也是航空史上死亡人数 最多的空难之一 日本政府事后调查称 美国波音公司对飞机修理不当 是造成事故的主因 但日本自卫队救援不力 也备受诟病 当时自卫队以不可能有生还者为由 拒绝派遣直升机搜救 耽误了黄金救援时间 导致许多原本幸存的乘客 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上 失血过多而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截至目前 起火的日航客机上 一共有10名港人 向香港入境处求助 早前已经确认 所有港人身处安全区域 那今天一早呢 有多名从雨田机场返回香港的乘客表示 航班有3到4个小时的延误 但是雨田机场方面 秩序大致是良好的 对于能够顺利的回港 感到很幸运 东京雨田机场装机事件后 往来日本和香港的部分航班受到影响 香港快运就表示 至少5班客机受到影响 其中有原定2日下午出发的航班 就延后1日到3日下午6时前起飞 至于有雨田机场来港的 原定2号晚5夜前出发的一班 延后24小时起飞 另外一班原定3日凌晨1时区 出发来港的航班 延后约3个小时起飞 近日一早有乘客陆续从雨田 飞抵香港国际机场 大部分乘客表示 事故发生后雨田机场 在其他乘客安排方面秩序良好 在许多航班取消的情况下 对于能够顺利飞回香港 有乘客表示幸运 不混乱多人打完石饼 这样 有没有说过石饼的情况是怎样的 等多久 他们都很快手的 进去custom那里 其实我觉得都尽了他们的能力 都不差的 他们都有好好感态度 比我们提早放行李那些 我觉得都做得不差的 已经他们进了他们的范围 都能力范围 都挺好坐的 因为都几多机都已经cancel了 都挺辛苦的 因为你想想十点钟在机场坐到 差不多四点才可以上机 都挺tough的 有早晨从香港机场出发 前往日本的旅客表示 行程可能有些许延误 雨田的事故 对于旅行的心情会有所影响 本身都是非常好的 没错 但应该会有机会延避 都不开心 希望 因为有人死伤 希望尽快过去 也有搭乘日本航空 要从东京转机 再向往美国的港人表示 目前行程没有变化 但事件有人死伤 感到难过 有香港旅行团表示 香港团较少使用雨田机场 即便是乘坐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 多数在成田机场升降 因此暂时没有受到影响 香港机场管理局就呼吁 2号至3号来往雨田机场的旅客 留意航空公司相关公布 并先向航空公司缺人后 才出发前往机场 凤航卫视 赵龙 黄良林 香港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哈局势 路透社援引消息称 以色列在当地时间2号的晚间 利用无人机 对黎巴嫩首都南部发动了袭击 成功的击杀了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 萨利赫阿鲁里 而黎巴嫩就此向 领克国安理会提交了投诉 抗议以色列明目张胆的袭击 侵犯到主权 那真如党则称 将事件视为是对黎巴嫩的严重攻击 和以色列与抵抗轴心之间 战争进程的一个危险发展 另外呢 以色列国防部长迦兰特就表示 只有当哈马斯在加沙 不再拥有军事力量时 以军才会结束军事情动 在预袭现场 能够清楚看到其中一层的房屋 被炸到只剩立柱 仍向外冒出浓烟 有目击者表示 被炸的是这栋建筑物的第三层 在街道上能够看到人体残骸 而建筑所处的位置 是贝鲁特南部的戴西耶地区 是由真主党强力控制的一片区域 路透社援引三名安保界的人士称 以色列利用无人机杀死了 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鲁里 当地电视台报道称 乙军向哈马斯办公室所在的建筑 投掷了三枚导弹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吕 其后证实阿鲁里的死亡 另证实当中有两名死者 是卡桑吕的领导人 另有哈马斯政治局成员 形容乙方实施了诺夫式的暗杀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 在声明中发誓将会复仇 表示在结束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之前 反抗将会持续下去 里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 谴责以色列犯下心的罪行 声称以色列意图将里巴嫩 拖入战争当中 以色列方面拒绝就外国媒体 所报道的内容进行评论 总理高级顾问马克雷格夫 向美国媒体称 以色列并未表示对袭击负负 但无论是何方出手 很明显的是 这不是针对黎巴嫩国土的袭击 而是外科手术式的击杀了哈马斯的领导层 伊朗外交部谴责以色列 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并称阿鲁里的死将点燃全球新一波反抗的浪潮 联合国认为事态的发展极度令人担忧 也印证了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所警告的 冲突外意志区域内更大范围的可能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野门胡塞武装怀疑再次袭击红海的商船 英国军方下属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二号收到报告称 红海发生了多次爆炸 报告指出 位于东北非国家厄利特里亚港口城市 阿萨布以东33海里的曼德海峡 发生了三次爆炸 那爆炸的地点距离一艘商船 只有一到五海里 报道说商船没有受损 船员也是安全的 英方正在调查事件 那么另外大型航运公司马斯基和赫波罗特 已经决定继续暂停使用红海航线 马斯基在周二宣布将会延长旗下货船 暂停使用红海航线的时间 直到另行通知 在必要的情况之下 那货船将会更改航线 并且继续的绕行非洲好望角 那赫波罗特也表示 旗下船只将会继续避开红海 绕到好望角 直到1月9号 那届时将决定是否继续的更改航线 另外达菲海运表示 自15号起要调高亚洲到地中海的集装箱运架 那涨幅最多达到一倍 俄乌局势方面 踏入新年 俄乌两国的导弹攻击并没有听过 俄罗斯边境地区 比尔哥罗德2号遭到了乌军的攻击 造成了一死五伤 而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出 俄军一天内消灭了乌克兰715名军人 并且攻击了基辅极其郊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 不过基辅的军民就表示 受习的是住宅楼和民用设施 而死伤的都是平民 俄罗斯南部边境的 比尔哥罗德州2号发出防空警告 而天上看到导弹攻击时出现的白烟 居民仓皇找地方暂避 而俄罗斯国防部称 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上空 一天内摧毁了17枚赤阳多管火箭弹 挫败乌克兰发动恐怖袭击的企图 俄国防部又表示 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 一天内消灭乌克兰715名军人 当中在南顿涅茨克方向 导致敌方损失多达140名军人 而在库皮扬斯克方向 则消灭超过115名乌克兰军人 俄国防部还说 俄罗斯武装力量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无人机 袭击了位于基辅及其郊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 包括生产导弹的企业 以及成功打击西方国家供应给基辅政权的导弹 弹药和航空武器的储存地 不过基辅的市民则表示 受洗的都是住宅区和民用设施 多处变成火海 当中包括一幢九层高的居民楼 燃料加油站被击中后也引起大火 而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也受到大规模攻击 二十五状军民楼受损 多名战争罪行检察官在场搜集证物 用作指控俄军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 凤凰维视综合报道 顿巴斯的战斗也没有因为悉尼而休战 在二号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军突击队从北翼接近了 乌军重要的保障和指挥中心 恰索乌亚尔市 距离这个城市的东区只有三公里 来看一下本段记者 在顿巴斯前线的现场新闻总数 1月2号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军的突击队扫清了进军 恰索乌亚尔重要的障碍的公司区 这是伯格达诺夫卡的西角 恰索乌亚尔位于伯格达诺夫卡 三公里处 在扎波罗热方向 俄军向维尔伯沃耶以西进行推进 同时也重新控制了 新普罗科伯夫卡以东 大部分被废弃的阵地 俄罗斯《红星报》专家撰文 对去年和今年 俄军在这些方向得失 进行了个人观点的评述 《红星报》的这篇文章认为 在顿尼策访下 去年俄军的一下重要的成果 就是控制了马林卡的全程 2023年的12月份 类似于马林卡乌军要塞的 阿富迪耶夫卡 也成为了顿巴斯基站的最热点 目前阿富迪耶夫卡唯一的 向西的出口 南北走廊的两点距离 还不到三公里左右 俄罗斯专家总结到 2023年俄军的另一项重要的成就 就是瓦格纳连队控制了巴赫木特斯 去年秋天 俄军被迫从巴赫木特西南的 克雷西耶夫卡和安德里耶夫卡棄手 乌军当时打出了一个突出步 俄军在去年11月和12月间 又开始拉平了这条战线 与此同时 俄军也借势 至东向恰索夫雅尔发展战国 向西扩展为谢维尔斯克段的战役 并直逼乌军南集团作战指挥中心 斯拉维扬斯克和克勒马托尔斯克 俄罗斯专家表示 去年顿巴斯北线的 库提扬斯克方向 以及红色利曼方向 让乌军指挥部举其不定 说是俄军牵制性的阳攻 不能被否定 众位威慑禁军哈尔科夫 也不能被排除 俄军在这个方向 集中了三个集团军和民兵的部队 并始终掌握着顿巴斯北线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场的主动权 随着乌克兰军队 目前的疲惫开始显现 去年乌军夏季反攻期间 控制的327平方公里中 有38平方公里 目前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复原 但是今年春夏季的态势 也将为更加严峻 这也将考验着俄乌两军的耐力 和先进装队的战斗力 凤凰卫视卢宇光 伊万 拉曼 萨维 在马林卡前线的报道 欢迎回来 亚太区股市普遍下跌 台湾股市在半导体板块的拖列之下 最多下跌超过300点 跌幅约1.7% 而韩国股市也是下跌约2% 日本股市则是假期休市 内地股市方面 户指是窄幅的震荡 创业板指则是跌了超过1% 来看一下具体数字 户指在中午报2957点 下跌4点 跌幅0.17% 半日成交了2002亿元人民币 那深城指在中午报9307点 下跌了93点 跌幅1% 半日成交了2674亿元人民币 那香港股市方面 横指低开163点 随后窄幅的震荡 并且下市了20天平均线 那科技股跌幅剧前 横指在中午收盘报16583点 下跌205点 跌幅1.22% 主板成交389亿港元 美国蒙大拿州2号宣布 将就地区法院阻止实施 TikTok禁令提出上诉 蒙大拿州总检察长 克努森在一份通知当中表示 将向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提起上诉 蒙大拿州针对TikTok的禁令 原定于今年的1月1号实施 但是蒙大拿州的地区联邦法院 米苏拉分院法官莫洛洛伊 在去年的11月30号 发出初步禁止令 暂时阻止实施对TikTok的禁令 莫洛伊旧称 针对TikTok禁令 在多个方面是违反了宪法 并且超出了州政府的群力范围 中国航母福建舰的最新画面曝光 指挥官表示将会力争 早日形成战斗力 福建舰军官表示 正在按照计划 稳步地推进纪博试验 争取早日形成战斗力 福建舰是中国第三艘航母 也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 弹射型航母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来配置了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于2022年6月份下水 据关注到的是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 在《两岸关系》杂志 2024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 首证创新奋发作为的新年规语 代表海协会向台湾同胞 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 张志军表示 即将举行的台湾地区两项选举 是和平与战争 繁荣与衰退 两条道路 两种前景的重要抉择 广大台湾同胞 要做出坚定正确的选择 张志军表示 2023年海协会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稳妥处理各类涉台突发事件 和极难救助事项 尽心竭力为两岸同胞排油解难 扩大与台湾各界的联系交流 广泛参加各地涉台活动 积极邀请岛内团体来大陆参访 经过持续努力 海协会的朋友更多了 服务更优了 招牌更亮了 张志军指出 有信心有能力 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 也有底气和韧性 应对两岸关系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祖国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增进同胞利益福祉的初心不会改变 坚守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底线不会改变 张志军表示 即将举行的台湾地区两项选举 是和平与战争 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 两种前景的重要抉择 广大台湾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为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 做出坚定正确的选择 新的一年里 海协会将与广大台湾同胞同心协力 以文化促认同 以交流增情感 以融合会力量 共同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推进祖国统一 做出新的贡献 凤尔卫视综合报道 2024台湾大选投票日 进入到了倒数阶段 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 就持续的拼路战 2号晚间指导了绿营的票舱台南 初期造势晚会 有近3000人倒上立体 那侯友宜就呼吁 反对民进党执政的选民 要集中选票 投给在野的最强力量 完成政党连体 台湾大选投票日逼近 国民党大选候选人侯友宜 2号指导绿营铁票区台南 扫街白票 民众抢着握手 热情回应 谢谢你 谢谢你 为何我们感动在心头 侯友宜到民进党大选候选人 赖清德的本命区台南 逐街肯托 晚间则出席立委候选人的造势晚会 猛逼赖清德的老家违禁争 男律选情紧缝 预估胜负误差不到百万票 何勇友宜呼吁支持者集中选票 才能顺利下降民进党 政党论体 尽最后一日路 希望 我们所有材败 反对民进党 继续集成的支持者 大家要集中選票 打赫 香港材败的力量 好康佩 啥好 蓝绿白阵营在最后的冲刺阶段 都寄出入战 确保既有选票 能够票票入轨 大约两到三百万的中间选民流向 将是左右最后选举结果的关键 凤凰卫视 彭世亭 沈正峰 综合报道 台湾2024大选 选情白热化 国民党再度出面 批评民进党抹黑侯友宜 全用歪理 将赖清德的老家为鉴合法化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就炮轰赖清德 没有脸皮又不要脸 台湾2024大选 各阵营间攻防不断 国民党方面表示 党内大选候选人侯友宜 已宣布将妻子名下的部分房产 捐出来作为社会住宅 而他的副手赵绍康 宣布辞去中广董事长职务 这些民进党质疑的议题 国民党以正面回应 呼吁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 也正视自己老家的违贱争议 给社会交代 赖清德就是没有脸皮 又不要脸 所以真的不能再说他厚脸皮了 因为已经不知道 他的脸皮去哪边了 赖清德有违贱 不拆不处理不道歉 赖清德是用歪力来合法自己的违贱 透露了他的内心的傲慢 自傲看不起所有的人 对于民进党连日指控 侯友宜家族购买土地的相关议题 国民党反批是栽赃抹黑 民进党的栽赃指控 根本就是胡乱指控 胡说八道 实际的违贱就摆在眼前 但是民进党赖清德都不处理 却要对别人合法合规的公司指指点点 我不知道民进党的羞耻心到底在哪边呢 我想我们一起来协询民进党的羞耻心 但是可能找不到 国民党批评民进党全党为赖清德的违贱辩护 凸显民进党对于法治的无视和践踏 凤凰卫视兰青土柯志强台北报道 距离2024台湾大选还剩下最后十天的时间 辩论落幕民调封关 而选情的走势却越发诡决难测 拉票造势蓝绿白三方都是各显神通 谁能够争取到最关键的中间选民 争议和流言真假难辨 会否真正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呢 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台湾选战特别节目 敬请各位留意收看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新年一时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旅新 邮金旺区议会二号召开首次大会 有区议员就建议参考游马地庙街夜市的经验 在区内的特色街道地区举办各类活动 包括支持短期内推出赞名为尖嘴夜兵分活动 燃亮尖沙嘴百里购物大道一带 我想除了苗街之外 其实我们游尖望都还有几个特色街道 那究竟可以怎样参考苗街 现在比较成功的模式 去引入去到其他特色街道 都值得是我们重点去考虑和探讨 当然了女人街花园街甚至雀仔街都可以去考虑 邮金旺明正事务处会上提出建议 包括农历新年前 在尖沙嘴百里购物大道一带 设立灯饰大型的坐地霓虹效果灯牌等打卡点 并且筹办夜光龙以及街头音乐表演 而情人节以及元宵节之前将物色外国艺术家 在区内的特色街道摆放大型新型气球装置 让市民游客可以前来打卡 至于旅游旺季期间 维多利亚港也会举办水上烟火会宴等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案件 今天继续审理 控方继续开案陈词 展示了涉案的煽动刊物 黎智英连续两天早晨 由求车压制西九龙法院应讯 在庭上控方继续开案陈词 并且在庭上展示了多篇 《苹果日报》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 所发布的文章 包括了黎智英的专栏内容 又引述了黎智英 在外国记者协会的演讲内容 显示他曾经宣扬对于特区政府的仇恨 本次案件预计将会审讯80天 黎智英被控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等三项控罪 早前黎智英否认了所有控罪 欢迎回来 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党代表李在明 二号在釜山遇刺之后 三号仍然在家户病房留医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法院三号的凌晨已经向嫌犯签发扣押搜查令 釜山警方将涉案的嫌犯带走调查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法院三号的凌晨已经向嫌犯签发扣押搜查令 而釜山警察厅当天也表示 最有可能以谋杀未遂罪名向嫌犯进行逮捕 而警方早前透露 嫌犯已经承认打算杀害李在明 此外作为调查的一部分 地方法院也发出了搜索嫌犯住宅和办公室的搜索令 警方表示将会集中精力寻找嫌犯行凶的背后确切动机 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称 嫌犯是一名67岁的金姓男子 是一名从事房地产的经济 由于嫌犯相识十多载的友人称 嫌犯不谈政治并且个性真诚安静 也有嫌犯的邻居指 他是一名退休公务员 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盖一在2号宣布辞职 结束了哈佛历史上最短的校长任期 那盖一曾经因为国会听证会上 就校园内反有主义问题所做的证词 以及学术涉嫌抄袭指控而深陷到舆论风波 2日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盖一宣布辞职 结束了哈佛历史上最短的校长任期 此前上任只有几个月的盖一 曾经因为在国会有关学校反有主义的证词 和学术抄袭指控而陷入了争议 盖一在给哈佛师生的信中写道 辞职的决定十分艰难 但在与董事会成员协商之后 他认为辞职最符合哈佛的利益 2023年12月盖一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 麻省理工学院院长 共同接受了美国国会众议院 有关于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大学发生反有主义事件的听证会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曾经质问盖一 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呼声 是否违反了学校有关霸凌和骚扰的行为准则 盖一表示可能会 但取决于具体情况 随后70多名国会议员签署联合信件 要求这三所大学的校长下台 盖一也被批评称是反有主义校长 凤凰卫视陈寅谦江广复 纽约报道 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认为特朗普应该为三年前 国会暴乱事件负责的人开始减少 超过七成的保守派认为 国会暴乱被夸大了 特朗普二号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决 他没有资格参加共和党总统初选 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并就缅因州州务卿剥夺他在当地参选资格的决定 向缅因州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特朗普的律师认为 2021年美国国会暴乱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属于叛乱 第十四修正案的叛乱条款也并不适用于美国总统 此外 特朗普是否有资格参选 不能有未经选举产生的州法官做出决定 美国最高法院一旦接受上诉 可能会暂停十多个州通过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 对特朗普参选资格提出的法律挑战 有分析人士认为 鉴于特朗普在爱奥瓦州 新罕布什尔州 以及南卡罗兰纳州都以至少两位数的优势领先对手 因此特朗普可能横扫这三个早期举行初选的州 使他在科罗拉多和缅因州初选之前 就成为共和党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届时 无论裁决结果如何 都不会对特朗普初选选情构成威胁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感谢您搭成今天的凤凰五军专利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